大家好,欢迎收睇五间财经 以下资讯由五仔个人理财顾问Ivan Sir提供 如有任何理财和退休的问题 都可以在留言区直接联络Ivan Sir 哈喽各位,李比老板,早就在这里 五仔听众读者,大家好 又是我Ivan 刚刚施政报告就出来了 一律放宽住宅物业案件的贷款乘数 去到七成 供款和入息比率一直都调整到五成 很多业界人士说 正呀,亦些换楼客,亦些投资客 但也有一些案揭中介说 此举复了案件市场 从此自住案揭的概念将会名存实亡 今集想和大家研究一下 究竟应该买楼还是应该租楼好 因为很多人都说 哎呀,便宜呀,抵抵呀,不买不行呀 租楼很贵呀 是否应该买楼呢 我想说一说,我自己结论吧 我这一刻就不想再买楼 当然,待会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 还有,想说一说,最近连长实盘盘再加价 两大龙头发展商都加价 这个市场见底 你信不信呢 我自己觉得仍然是还行一段时间的楼市 所以,有几样东西大家还要很小心 忍慎一点 是不是最好的买楼时机呢 今集想和大家研究分析一下 未说之前,希望大家订阅赞,订阅和分享 吴仔的频道 至少是创作 三岁人八十,我都投资你 除了退伤秘级 想轻松收拾你 一定要支持本台 多谢大家 不知大家有没有楼 一定要让大家看看这个表 在施政报告之前 三千万楼下 一律都是做到七成的案件 三千到三千五百万 做到六成到七成 三千五百万以上 只可以做到六成 如果你说住宅物业 不是自用的那些 不论怎样也好 一律都是最多六成 车位的那些都是最多七成 现在全部放宽了一律七成 是不是市场觉得很棒呢 其实差别不是很大的 始终大银马的人多 你有那几千万那些 拿到一成出来有多难 所以你说是否设计能力很大 我觉得不是 反而影响大一点 我觉得是住宅及工商铺 以资产水平计算的还款能力 无论什么价值也好 我想大银马那些 在2024年施政报告之后 一律放宽到七成 所以大银马那些应该会影响大一点 一般人我觉得就不算去到非常大影响 几千万以来也不是 找到几千万那些 拿多几百万出来有多难 如何在外面借也借到 反而我会觉得 那些换楼客本身是慢慢借钱 可能借钱 他们还款 供款以前 有些可能最多四成 今次一轮也是五成 担保那些 想换楼的就容易了 变成了这些入息比例 这些都是容易了 所以这些 我想影响会大一点 其实买楼最大的原因 当然是买回来 当然是想涨的 对不对 但是始终我觉得 现在这么高息环境 你说 是不是这么容易可以涨呢 现在香港的息略 就跟美国的经济 美国 股市 楼市就创新高而已 香港和中国还未创新高 所以香港仍然是 亚洲区的经济环境 带着跟美国的利率 就惨了 绝对是贵过 很多亚洲地区的供楼水平 想和大家看看这个表 说的是过往 假息周期和减息周期 楼市的变化 假息周期通常 楼市都是升的 你看到2004年到2006年 香港的楼市 都升了14%多 英国和加拿大都升了10%多 到2007年到2008年 大家印象一下 开始经济不是很稳定 接着美国开始减息 其实美国也能问到 有些经济不是太好的时候 香港的楼市都要跌3% 最厉害最厉害的时期 跌了24% 大家印象一下 2008年今天海啸 英国跌17% 加拿大就没什么大变化了 之后到2015-2018 加息周期 香港上升26% 厉害 最多中间也试过跌10% 小弟在2015年也试过去换楼买楼 都是趁大跌 小楼换大楼 一定是这样的 外国也是升的 到2019年到2020年 看到了 都是要跌的 所以大家要想清楚 其实减息周期 正常 一般来说 经济不好 经济不好 当然是楼市等其他要跌 没办法的 所以不要指望 一定会上升 是因为经济不好 所以才减息 是因为有些东西过热 或者有些东西不可以 那他就减息 没有 市场永远都是自动调节 详实都很聪明 看看李嘉诚就知道 李嘉诚立刻 将三个盘胜 剩下121伙 加价3% 钱哥说 现在有得速货 当然是速货 连他的孩子 赵葛雄都说 尿买家能够负担 两大发展商龙头 都说要力正如何去 楼市见底 他说见底你信不信呢 那个Blue Close 第二期 这周六就开卖了 其余还有三个现楼 分别以价单形式卖出 再加价3% 这里可以套到70亿 那是厉害的 他说政府大力支持楼市 两大龙头地产商 就相计加价 引证香港楼市见底 不用怕了 他不认为 加价会影响了一些人的购买意欲 当然了 还有很多内地人来买的 我最近看楼市 四五成的人都是内地人的 最少 不要说笑 资金的人说六成都是内地资金 当然每个盘也不同 又不可以一刀切 但是也不少内地人来买 但是问题是 他们是买一些大单位 当然现在投资移民 三千万不行 五千万可以买大楼 一会和大家看一看 五千万有什么顺盘 大家先看看 基本上 他们详实都说 哎呀没有的 都是蝕着买 就不要蝕这么多 你信不信 不要紧 蝕着都要买 证明他真的不是这么看好 还有 立刻出了报告 立刻加大这些价单 立刻加大这些销售 你就知道 如果真的看好 那我就会拭受 买 迟些才买 对不对 那善哥为何这么努力 立刻要走去买 那当然不等这些时势 什么时候 Blu Klose 暂时收了七千票 超级二十六倍 其实二十六倍 真的不是太多 你想想 看天晒天也百多倍 证明也不算特别好卖 你说两万多元 也不是心灵神会 还有其他几个盘 沙田明日九土山 元朗尼奥斯 不知道买了会不会被追差 还有这些加加万米 还有飞扬 飞扬就最多货美 买了每个都跌到 妈妈都不认得 没办法 都是13000至16000元左右 下个星期一就修正价单 大家是不是扶着去买 哇很吸引 大家想清想错了 暢失 郭子威 他都说 加推价单 现在的 Blu Klose 加3-5% 预料 明天就会摘票 不知道大家是否 口味 连云安地产 是英王道的 101 King's Road 这个什么楼盘 也有251伙 下个月也开卖了 都是200多到800多尺 主打两房的客户 留花期长达15个月 买回来 到时 不知道能否供不供到楼 大家真的想清楚 总投资额 这里花了26亿 不知道能否回到半页 但是我知道启德 说了很久 又有轻贵 到现在还未有 有一个绿色集体运输系统 他说提早三年落成 但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有 对不对 那些云霸就一定有 所以大家想清楚 启德跑到那些 是否卖得了 这一两天你就知道 我揭晓了 如果个个都是急着 放盘你就知道 似乎不是看好 如果看好的 慢慢 逐一沽沽 越贵才沽 卖东西当然是这样卖的 对不对 好了 听完大妈撒 听完地产商说什么之后 看看中介说什么 中介说现在一律 按揭做到七成 真棒 大家叫大家去借钱 银行最开心 银行当然做这些生意 哪里做过 这些按揭生意 对不对 你现在 那些商业借贷 借出去也不一定还得到 还有很多都不肯借 中原地产厅 黄美峰就说 今年租金不断升 二时租金回报到三厘半 部分单位 租金回报甚至到四厘 那些小单位通常是租金的 加上本港进入减息周期 楼市建底回稳机会增加 是增加 但就不是即时建底 你想想 这些一手盘这么砍 真的什么时候轮到二手盘会上升 所以大家想清想错 他们仍是借很高的钱 那些地产商 所以他们也想着如何还债 不要开玩笑 对不对 这么多年租了这么多债 对不对 当然要货原能转套现 你以为好像成国这么聪明 早几年未遇筹谋吗 黄美峰说 自住物业的按揭人士 可以多买一层楼收租 又可以符合入息上限 他说潜在买楼收租的人 就会入市了 我自己觉得 如果只有三厘多 我计算你给税 其他什么 三厘二 现在定期存款都有 真的要买楼入市 还有 其实买楼很重要的概念 你先预期楼市涨 不是每个人都预期涨 对不对 转过头买来跌的 那就可惨了 但是如果有意欲 那些人觉得楼市会上升 你才敢去买 对不对 现在 四百万的盘 都说市场上有四千多个 任你选 不要说中盘 大盘 小盘 你给我有八百万 我都宁愿买两个小盘 比较好 对不对 至少直租 收回三四厘 这算是有数据的 如果不是 大那些 你很多的中价 两房三房那些 七百几百百尺那些 喂 那些八百到一千万 那些真是很难放的 这刻不是每个人真的借到的 是 现在放松了些 但是很多人 喂 这几年收入都减少了 这是不争的事实 很多中产 喂 不是说不想住 除了移民之外 很多收入都减少了 所以呢 就算你放松了一成 有没有问题 很多中产收入不止少一成 两三成都不得了 所以大家想清楚 整千万的房子 是不是每个都可以借到七百万呢 是不是每个都得到 现金拿三百万 有三百万 你给我 买些基金收息 每个月都有两万元利息收 对不对 何况有些还会说 我不如拿一两百万 博一下股市上升 买NVIDIA 买些不同的股票 就去升一些科技资金 好过是不是 一个楼市 我也说了 楼市 没见到气息 股市好一点 就不代表立即 那些人 封而至 立即套现金 去买楼 不一定的 股市含含含的时候 当然开始是炒股 还追买楼 傻子吗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想清楚 当然了 有一部分 内地的人下来 买豪宅 买五千万 做几千万 那便可以来香港移民 那是正的 叫做多个选择 但是 人家拿到几千万 出来 去到很多选择 人家不如去新加坡 好吗 加加密义7千万 新加坡不是差很远 一亿都教得到 那可能他真的会想想其他地区 对不对 那我说一说 为什么我这刻买楼 当然了 我自己有自住的物业 那我当然是 我自住的好过 对不对 你说再买一层楼 我也说了 喂 几百万首期 那就是 是不是每个都愿意付呢 你问我 我当然不会买 太小的楼 对不对 买大的楼 喂 租出去 利息又不算特别高 对不对 现在这刻 你说我自己没有楼 当然可能便宜 例如四百万 让大家看看 四百万 现在引花税六万元左右 你说那些什么 按揭保险 那些七万多元 每个功夫 大概一万七千多元 给你做九成按揭 正对不对 都要一万七千多元 那你不要运回 三四万 三万五到四万 你真的不要想 买五百万的楼 你真的没有 四万五万首入 你真的没有想着 再提供了两万多元 看到这个表 你就知道 喂 真的要取得那个首期 四五十万 那么 可能 基本上那些人 可能存了两三年 你找到这个收入 两三年怎么能存到的 但是你真的要想清楚 那些印花税 有很多kitty cut 的东西 如果你真的没有楼 三四百万买一层 要自住 住几十年 是的 那你如何退休的时候 你也有一层楼 热按揭也好 什么都好 都是重要的 所以说 我一直都说 有层楼自住 即是让你退休收入 是可以的 但是说你去买一层楼 再收租了 是否会很吸引呢 我又不觉得特别特别吸引 始终 喂 现在还不是最高利率 的时候了 你是不是说会来几本升呢 不是 我意思是说 现在收租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2097年到203年 虽然那段时间 流失跌 但是那时候的利息回报 甲级 月级丙级 即是A到E级 岁小的单位 都有6厘多 B级 C级 D级 都有5厘多的收租回报 6.5 5.5 5.6 所以现在大部份收租回报 大约是3厘多 最低的 因为收租越大越低 最高级 就是E级 那些 过千多二千尺 只有2.4厘的回报 比定期存款更低 所以你说这堆楼是否买回来 立即会炒得起呢 我相信未必是 这堆楼仍然有价 但未必即时会有市 所以现在豪宅那些是最惨的 豪宅那些又扔下来 中层那些想着 是否可以住到豪宅 既然有千人二千万 我转头 二千万都买到 美丽的本山豪宅 不如买一本山豪宅 等市再跌一些 有些银主盘放出来 便可以吸 真是不奇怪 所以 一层一层 上面 大单位 美丽的单位 要稳定了价格才有机会 整体回升 小单位 有一定的刚性需求 怎么都收到三厘多 但是 确实是否去到历史高峰呢 还没有 所以 现在这刻是否说 供一定比租低 肯定不是 不过 供楼现在还在这麽高利息 很多都在供用三厘八 甚至最新的 有些是四厘都有 所以大家想清楚 是不是 適合自己做 早年的 都要供三厘多利息 个个都在供用不少利息 我知道很多朋友说 租楼真的帮人供楼 没有的,你想想现在多少业主 本身持一千万的楼 现在只剩七百万或者八百万 人家时二三百万 肯早筹楼给你 你会不会宁愿想做他的角色呢 真的没有的,这些东西 你真的想清楚,换位置校 给我,我也不会打算 前几年真的买一层楼 就是租给人算了 所以业主就算套现,拿几百万 人家的成本代价是很大 不说供款能力 你想想,今年 正乎只有27亿 地价收益死火了 只有沙田小匿原地 收到7亿多 真是强差人异 加起来只有27亿 全年目标原本有330亿的收入死火了 只有10%也不到 只有8% 简直强差人异 所以,那些发展商 每个人都不敢乱投地 当然了 他看不到利息跌下来 借钱这么大成本 也不敢乱进借 第二就是 也未看到整体的局势 即经济 是一个很明显的起色 也要看到差不多 好才去买地 可况手法上 他们有这么多盘 全年 全年的住宅供应 现在有13000多个 暂时 都是卖到13000多 真的不是很多 所以政府 现在有这么多用地 难道 永远不买 政府又不肯虚卖 不肯便宜卖 要想方法 如何周转才行 大家知道 现在这10年 私楼属地 还有13万2000个 未来这10年 只是这五年 政府都要建立8万个 可以建立的单位 平均每年都要16000个 加上这20万个供应 你想想 真是 很多供应 那市场会不会急增呢 急升呢 所以大家想错了 平均每年私楼 1万9000个 潜在供应 这三四年都要10万多个 所以 最近 平均卖了1万多个 一年 所以私楼 是否真的卖得了 是否真的有价 又有市 不是 是不是 变了这么多供应 但是价又没有 很硬正 那些发展商 当然是适审 不敢乱急便宜 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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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想清楚 市场是什么情况 好了 今集 想跟大家 看一看 有些豪宅 市况 挺过瘾的 看这些资讯 只管跟大家 看一看 你也很久 黑的朋友 我成哥 真的说 有很多香港楼 可以买 欢迎来看看 看看 现在沖完 5000万的楼 都有多少个 有800多个 很厉害 即管跟大家看看 港岛 都有500多个放盘 山顶最多 当然 很多都 卖不出 看到这些 春暉台 什么 这些 南区左岸 柏奥山 很多都 急放 都有 五千万的 都有 劍橋道 这些 十二亿 百家道 百亿多 都有 很英俊 不知道是不是 跟明星做 鄰居 有很多都 很英俊 君臨天下 也有 九龙 都是重灾区 没办法 五千万 不要打算要很大 都是七百多尺 究竟这些 能不能放得到 六万多一尺 这个时势 真是 蚊水 不是那么简单 看到有很多 靓靓仔仔 所以 这些市况 我觉得 现在最多 五千万成交 都是 中山 中本山 启德 何敏田 玉桂山 湾畔 我都不知道在哪 都是 都是这些 成交 还有龙平 我想是豪宅区 很多 都是五千万成交 首选 这五个位置 最多都是中半山 港 都是最多 真的要消化得完 这堆盘 都是需要时间 没办法 所以大家 想清想错 有什么 不笨盘 我不是做地产经纪 但是 我想说 人们肯下来 觉得 买 我儿子来读书 也可以 没有多方法 不一定 要去买楼 所以 外国有很多 身份 都不用去到 七千万 去投资才行 所以 真的有很多 的选择 所以 何时都要留下这个图 海陆空三军的策略 最重要分三风险 做到 收息 准备 防止 退休通胀的压力 一定要想清楚 定期 买些东西 收息 每个月 有一些一千元的利息收 起码去老的时候 坐一坐 坐一坐 十年二十年 起码有万多两万利息收 买些基金 买些债券收息 都可以做到什么风险分散方法 欢迎大家WhatsApp我 下次再见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吴仔 这位是Ivan Sir Hello 各位好 你给老板早退休的作者 怎样不用钱可以供到一层楼 很夸张 其实Ivan一向都是价值我们 在去年 和我做过这么多个财经的节目 你有些战绩和大家讲一讲 不敢当 其实都不敢当 好运都很紧要 不敢当 不敢当 我们也是有些策略 我们都不是随随便便去炒卖卖卖 所以说成绩都ok 那他那些东西很刺激的 我知道都稳不少 但我个人比较稳定 其实五仔对Ivan的推介 我发觉原来分散我的资产 是可以很便宜的 是可以用很少的钱 可以这么说 就是人家帮我供了一层楼 债券通常是两厘三厘 各负债券一两厘 好少少的投资级的债券 可能有三四厘四五厘 又可以收息 又可以做到一个资产增值 债券的好处就是 它一定会有利息 大概有多少厘 大概有七点多厘 七点多厘 买楼听说我只有两厘多 一般是两厘 月大的楼二三千万的楼 基本上都未到两厘 所以我自己的计划 就是将一部分的资产 让他生息出来 我们有个首期 每个月他生息出来 就帮我供一层楼 是的 那些钱生钱 我就不用打工去供一层楼 其实一千万 如果你说银行只有一千万 你可能真的给的利息 起码都三四百万 管理费 你现在说是几元尺 好少少的 你真的说是千多二千元的管理费 很多人以为就是 买楼可以的了 不是的 其实这个世界很多方法 帮你钱赚钱 每个月有个息 还有我想说 你说七八厘 是 如果有三百万来算 你去三百万 香港买不到一层楼 但是收回来的息 我们上次计算的一万 有两万多 两万多元 两万多元的楼 香港起码都要七八八百万 是 我们都是觉得这个 是比较风险 去分散 不要说一扣所有的蛋白 在同一个栏 没错 Ivan经常说一样东西 不要所有东西 沽住一堆 分散了你的风险 绝对可以放心